我也有讀过一本书 它叫做Dive with Zero 它讲到说人生就是应该要分年纪 来判定你当下可能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的人生清单里面是想要爬山 极限运动 比如说多旅游 这个东西是你在老年 身体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没有办法做 那你就应该把它排在比较前面 尽量去完成一些你觉得只有在这个年纪范围之内才能做的事情 免得以后可能做不了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的哲学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有时候比较受伤或他自己也遇到鸟事吧 就可能容易去伤害到别人 不用去那么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 这是我一直都爱学习的 但是我越来越觉得 当我的架子一直被绑在人家怎么看我 那真的是很不健康 大家的意见也都会一直左右 也会习心厌旧 如果我一直透过他们的言语得到肯定的话 那一定会生病 所以我也还在学习当中 当你有时候心情没有很好 然后对别人抒发 好像没有心情好转的话 出去走一走 接近大自然 我也是一个很疗愈的方式 每次接近大自然的时候 我就会突然觉得自己很渺小 也会觉得自己的问题 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大不了 面对上帝创造的其他万物 我真的觉得 哇 其实 我们也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的伟大 我们的问题真的没有那么的严重 总之就是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可以理解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是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 然后希望他们安全是快乐的 通常安全会先摆在第一 只要能够很stable 这样你才能快乐 所以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用行动证明给我的父母看 大学最后两年 不断地在Facebook直播做音乐 这份恒心跟毅力可能打动了他们 我觉得父母看到自己小孩很快乐的样子 我相信那是没有办法骗人的 后来我爸爸妈妈反而非常支持 如果你父母没有那么支持你 我觉得或许可以跟他们沟通或证明给他们看 你做这件事情不是只是一头热 也不是冲动 是你真正有想过 而且这是你想要的 我相信他们是会感受得到的 我后来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 每一次我在经历一些挑战 像我刚刚分享 我会到台湾经历很多低潮 up and down 我的创作特别会被激发 写出一些我的歌迷最喜欢的歌 这件事很有趣 因为它好像在提醒我 这些鸟事它会发生 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发现这些歌也可以带给 可能也正在经历一些风风雨雨的人 给他们一些力量 其实歌手不是只有光鲜亮丽站在舞台上 好像一切都很顺遂 透过我的音乐告诉 正在经历这些事的人 你不是孤单的 我懂 我也知道这很不容易 但是一起努力 希望我们都可以很踏实的每一天 好好地走下去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